特别是你像我这个老母亲 卧病在床 我就觉得我有一个矛盾 一方面呢 我们家呀 是属于我觉得过的档次比较低的 或者不是 过的不讲究 就这些个事啊 就是像有的家庭啊 现在中国家庭啊 中秋节是非常重视的 大家一定要光饭就约了三四个了 对吧 我们家呢 是即便就是家里人聚在一块过呀 也是个这个戴气氛寡淡 吃个月饼 没有别的 所以呢 听说你们家最看重是情人节吗 人家老校都是情人节最重要 说的好 这是我们的家族节 而且也都不在家里过 但是你看这个中秋节啊 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好抱歉 很内疚 很应该跟父母在一起 可是另一方面呢 这两年啊 我们就觉得 哎呀 真就无所谓 在一块过也没什么意思 大人也是说 有什么意思呢 大老远跑回来工作那么忙 实际上就是在一块啊 吃个月饼就 跟任何一个天没什么两样 所以慢慢的呢 没必要也就都不过了 嗯 可是问题是 我有点有点问号啊 以前有这样过吗 我据我了解 好像以前内地中秋节是没有假期了 是吗 但是没有假期 但那个晚上啊 我小的时候啊 那是很 就是家里人肯定团圆嘛 一定要在一起的 是吗 甚至那个时候住平房啊 在门口那是赏月的 可是我想是不是平常感情就 我也没有特别要跟家人过 然后也不会 他也 春节可能还会说 排排假啊 或者是大家 就是特别要聚在一起 但是中秋节从来没有 我们家从来没有 但我就觉得平常不就很 就已经感情不错了 为什么要特别中秋节聚呢 就平常我每天都给我妈打电话 或者是见到面 他最近也安排要来香港 可是也不会说 我们特别挑中秋节 所以现在呢 你看 人活的越来越实用了 实用主义占上风 就是说 有什么必要 很多个节日啊 都是无用的 我觉得文韬可能 你说无用也行 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的功能分开了 用途分开了 比方说中秋节 我感觉上 有小孩的人 比较愿意过 晚灯笼嘛 对 你说你小时候 你就小时候跟你爸妈这样 我小时候也是 我小孩也是 小孩讲大了 我也没有要求他们过 我今年中秋节 他要求他跟他妈妈 先离开香港一下 给我一个四天的 个人假期的 对 然后上情人节 当然就跟情人过嘛 没有没有 我说太太配偶 情人节跟几个情人过的问题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节 还有春节就跟家里过嘛 每个节育的用途啊 拜山 清明节就跟死人过嘛 基本上 所以每个节育的用途不一样 而不是没有用 那你把它分得很细 我觉得也表示 人越来越懂得安排我们的不同的假期 能跟人的找一个对的关系 我觉得这样很好的 不用以前什么节育都要绑在一起 我觉得全不过气 压力好大 全不过气 所以实际上现在有些人说呀 什么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年味啊 节味啊 淡了 甚至好多人现在都旧王图存呢 说哎呀 怎么我们不能登录了 我们这好家伙弄这个 其实我倒觉得哎呀 这个这个什么 子在川上约 逝者如私服 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对吧 那就过现在该过的日子 怎么舒服怎么过嘛 对吗 很多 几大文明早都绝灭了 也没有什么 我有点不负责任 但是 咱们换个话题啊 我是说 也有一种人 我觉得就说这个海上声明月啊 我现在就讲这个海外华人呢 实际现在你很难讲 海外华人就是大陆 就是我同胞 就是说啊 他们刚刚变成海外的 因为我现在发现呢 有些个我的朋友 已经是什么呢 大陆现在出一种贪官叫裸官 对 裸官就是家小都弄在外头 自个儿裸身 在大陆还做官 是吧 裸官呢 实际上现在还有一种叫裸商 那什么叫裸商呢 我给你们看一版这个字幕啊 你看 是指啊 通过投资移民方式 把资产和家庭转移出境 本人仍在国内经商 舆论对这个群体的质疑是什么呢 用实业做抵押 获得贷款后去海外投资移民 或者事先呢 把资产转移到海外 等时机成熟 就宣告破产 自己逍遥国外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啊 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 已经移民海外 或者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 44%的人准备离开 嗯 就是现在这个你到这个富人圈里聊天啊 一半的话题都是跟要去移民 到外国有关 而且实际上要不说就说中秋节 你看咱们怎么团圆吗 有个人呢 差不多每个月飞一次新西兰 老婆孩子在新西兰 自己在大陆和香港有生意 哎 他就这样 好奇怪 在台湾在刚发展的时候啊 就像毛老师在念书的那个时代 也很多人 他不是富人 就是说很多人有能力的 就出国念书 像什么赵绍康委员 那个就我爸爸那个中年时代 可是他们到时候都会回到台湾 台湾那时候并不是最好的时候 可是他们都会回来说 我想要有就是 可以在这边一展 长才之类的 我出去国外可以回来 可是现在就是 我也是碰到一些内地的官员 他会很骄傲的跟我讲 说我孩子在美国念金融啊 念法律啊 念什么 可是都不会想回来 然后就想说 如果你都对这个国内没有信心 那我要怎么有信心啊 那你都做官都没信心了 你有能力 在这个地方 已经可以享有一些 比较舒服的生活 你都还不喜欢 那这一般老百姓很可怕 对 因为台湾后来发展的一切 都少为上轨道 那大家才会来 一展所长 就像内地现在 我们现在也是在 腾飞的状态 照理说应该是 欣欣向荣 大家都觉得 我在这边要有机会 所以才会回来 可是显然不是 整个背景不一样 时代气氛不一样 台湾你说 叫肖康呢 很多人去完美国 读完说回来的时候 台湾的情况 蛮患悲情的 我们不要忘记 从70年代以后 台湾基本上 从世界国际体系里面 它继续感觉被孤立 现实上也可能 成小三了 对 所以大家就跑回来 那个参加这个小三集团 然后来好像投入也好 来贡献也好 那比较有悲情的一面 现在我了解 内地的出去的情况 刚好相反 觉得大国崛起 我还不趁崛起的时候 捞自己的那一桶金 先送到外面再看着 我觉得还是要把 时间的因素看进去 假如说以后内地 很明显会慢慢发展 各方面 那这样是好的 今天的情况 就会变成很好 因为第二代出去了 他经过整个文明教育 他回来 我觉得就不一样 这个也是要回来 对 重点是他最后 会不会回来的问题 你现在出去求学 我觉得没有什么 大家不用觉得好可怕 大家为什么人要出去求学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你从小到大 有你国外的经历 这是一个经验 重点是他会不会到最后 该发挥效果的时候 他回到国内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这个环境 才是转 那就要看国内了 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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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 小酒最好 传统天赋转件团 全球转件企业合作伙伴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啊 来苏宁 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你看 咱们今天是缘分 这个快中秋节前 最后一个算中秋的节目 正好是两岸三地 是吧 台湾 香港 咱们团圆了 我都不跟我父母团圆又婷 我都跟你团圆 还有一个不相干的男人 我还非常期待 我不仅期待跟又婷团圆 你刚没听到 他母亲又来了 那伯母又来了 我要跟伯母团圆 怪不得你事先把太太 中秋节打发中去了 有点乱啊 我的心神有点仿佛 我知道伯母要来的时候 你看 我就说 他爱吃什么菜 要不要我先订位置 我再告诉你 两岸三地 你看 我就记得 这个李敖说过那么一句话 当年访问大陆的时候 他就说呀 这个台湾人傻 香港人坏 大陆人不可测 台湾人香港人我不了解 但我一直认为他讲大陆人 讲得非常对 不可测不是说大陆人 多么居心叵测 而是大陆人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为什么现在很多心腹阶层 反而是日子过得美满的阶层 人为的 他们分隔两地 做这个裸商 发了财 赶快先把老婆孩子弄出去 他们调查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为了子女求学 还有一个理由 是为了资产安全 他的资产 就是说每一个大陆这片土地 它不可测 捞钱 说全世界现在还有什么地方 挣钱能有15%以上的利润率 他们很多商人都说 还就只有大陆 可是这个钱你挣的 能不能踏实 对吧 所以为什么在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是非常实际 这个实际的分工 其实一直以来都这样 我想起好像1949年 有些人家庭决定 要不要留在大陆 还是要去台湾 大家分工 这样吧 老大老三老五 你们留在大陆 老二老四老一 你们去台湾 你们家谁留在大陆 我们带了大姐姐出来 二姐姐还留在 就是我爸爸的 二姑姑姐姐在那边 然后来了这边以后 发觉回不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就是这个政治经济的原因 收到 新策末 哪里 都有